好 實際上到了年底 我想大家應該都覺得 是什麼的銷售忘記 手機啦 平板啦 對不對 可是沒想到這個傳統的機車 跌破大家的眼鏡 是 為什麼 既然賣出8.6萬輛 嚇死人了 光11月 整個這個局勢就衝上來 可是也還沒到年底 既然這個大戰已經搶先開打 我們特別來看一下 這個光陽的數字 光陽既然衝到了第一名 殘連冠軍十八個月的原本是誰 山陽 退居王位 光陽重回寶座 他這一次我們看一下 十一月份賣了三萬四千多量 是 月增率一百二十二趴 年增率兩百趴 很厲害 所以從這個圖形上 決線圖來看 其實山陽已經領先了十八個月 被光陽一舉超車之後 出現了光陽的黃金交叉 重回寶座 民眾最想問的是 為什麼 為什麼 怎麼做到的 第一個我們上次節目有講GP125 他GP125訂單就六點九萬 神車 神車 我看那數字我真的也嚇一跳 不過這一次還有更重要的 我們剛才講的GP125 當然這台車厲害了 GP125 這個是被那個機車行老闆 摩托車行老闆 因為講機車行老闆以為我在罵人 摩托車店的老闆說 你買這台車超不壞 以後你很少會來我店裡 除了換機油之外 那車子 這輛車大賣 車子輕啊 你說炒停車啊 諸多因素之外 這當然是第一個 其實還有第二個很可怕的一個關鍵是什麼 光陽接下來推出四款 非常受到歡迎的 這個不同的車種 第一個有年輕人喜歡的 有這個適合女孩子的 今天不得了 我還把另外兩款也把他運到這個現場來 所以十一月份之所以能夠逆轉勝 關鍵除了剛剛所談到的神車之外 他還有退了四款新車 四款新車今天都來到節目現場 真的真的 娟姐今天 上次你說我要載你 你面有男色對不對 我今天這台出力 來來來 這個是雞皮喔 不是你要載我嗎 還是面有男色 我仍然面有男色 沒關係 等我等我等一下 不是我今天穿窄裙 沒關係 這個等一下我行李箱 我都準備好服裝了 你直接可以換裝 這一台叫ROMA GT 因為現在很多人喜歡騎重機 騎休旅車 休旅車就是要長途 我先發動一下 為了代表我的誠意 我先發動一下 這個很厲害 他這個有這個防安全的 然後這個 你看這個聲音舒服 重點是這個雞皮 這個如果我緊急煞車的時候 不會滑來滑去 只有你會滑來滑去 我不會 就坐得舒服 這個就坐得舒服 然後他現在設計 這個雞皮很棒 質感很棒 質感很好 因為這適合長途旅行 然後我先把他熄火一下好了 然後熄火完再按一下 他就關起來 這是新款嘛 新款 然後再來呢 你剛剛說四款新款 對 然後他這個風鏡 還可以調整 我覺得很棒 很棒 這個還可以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我剛才少做一個動作 我再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我現在把他發動 那要停車了嘛對不對 對 好 他有一個真的是高檔車 那他這個風鏡是要手動調嗎 手動調 這個以後他們應該會升等 對 以後就看電動會不會更好 那因為調很簡單 就這樣 這樣啦 對 擋風 擋風 然後呢 現在最高檔的 重機才有的 你看我都不要動他 我就 熄火 你可能不理解 因為你沒有騎重機 像我們這種重機界的人士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我腳旁邊這個腳架 我只要一下 一定要熄火 這是非常標準 而且考駕照的時候 就是會考這個 他就是考你腳架下的時候 所以他雖然不是重機 但他具有重機 非常重要的功能 沒錯 那另外這一款 也是現在非常 大家非常喜歡的 那這一款跟這個三陽的敵決 兩個其實是PK的 因為這兩台車旗 大家都強調 置物箱 耐操 大燈 然後里程速 操不壞等等 不過K1這一台 為什麼 這樣叫K1 大家很驚豔的原因 有一個 就他的行李箱特別的大 真的嗎 可以打開讓我們看一下嗎 看一下 然後大到 你看我等一下會不見 你說真的變魔術嗎 對對對 我藏在裡面 給我一點時間 沒有啦 其實我給各位看一下 因為我男生可能 還不行 你看這是女孩子 你看他整個 坐進去 他其實要強調的是 所以他看起來沒那麼大 但實際上 他的容量非常大 對 所以之後如果在小三 被證供發現 就把小三藏到裡面 這樣會不會出人命 現在還有超大行李箱 超大行李箱 所以基本上當然就是 我們剛才講到這幾個關鍵 就是包含了這個休旅 還有這個K1 未來在市場上 整個這個銷售量 那這輛呢 這輛就是這個敵決也很厲害 從我念書的時候 你看二三十年前 他就一路風行到現在 一路都受到市場的一個歡迎 那其實功能性 基本上大家都差不多了 就是這一台也是很耐操 也是很耐操 行李箱也很大 所以這個是在PK對不對 他們是 等於是同等級的機車 都算是在機車市場上面的 常銷款 常銷款 好 所以這是為什麼能夠超車三陽 然後出現逆轉性黃金交叉的原因 問題是12月份還有機會嗎 我講到這裡 這叫跌對跌 因為政府有推一個就是 舊車回收 舊換新的補貼是兩千塊 就到年底 所以12月份在拼舊換新 對 可是這裡面有一個很奇怪 因為我家裡自己也有幾台老舊的機車 也想要換 因為現在還有兩百 你有幾台喔 對 因為就騎很久啊 你是摩托車控啊 摩托車 沒有就家裡很多人啊 騎不壞 那到目前為止還有兩百 據我所知還有兩百六十六萬輛 還沒有換 可是這個補助只到年底 所以現在已經開始跌對跌 據傳 就是三陽手上還有一些訂單 他要壓到年底才出 那為什麼我自己在想 因為他想說反正 就是要拚年底這一波嘛 因為反正11月贏不了了 那乾脆我12月一鼓作氣 再衝一次這樣 可是不好意思 那個GP125的訂單 還有很多還沒消化 光陽手上那個訂單 還一萬五千張啊 所以那一萬五千張 有沒有可能也在12月 不出現出來 所以從股價上來看 所以他手上有壓單 這手上有壓單 對不對 那所以從股價上來看 也一個很有趣的 我們就看光陽的股價 好 三陽在痛失冠軍寶座之後 股價有沒有可能會出現壓回呢 好 那因為之前大家知道就是說 這個 這個光陽的銷售一直往上衝 所以三陽的股價 就有一波回檔修正 是 可是原本大家預期說 十一月大家都記補貼啊 銷售也不錯 所以三陽的股價稍微有一些反彈 可是很妙的地方是 投信其實並沒有進場 那如果說十二月又再度被超車 因為我們講十一月 他被超車 十二月還是被超車的話 有沒有可能出現 像前面這一波 十五左右的修正 因為目前沒有法人認養 再加上MACD 目前也出現了負值的一個情況 那上次出現交叉也是因為負值而產生 出現了一波的修正 所以如果十二月 他的押箱訂單 沒有辦法產生這個效用的話 會不會又有一波小修正 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